雪儿 你有没有能拉得上关系的客人 本相指望你 彩儿 怎么了 三爷 三爷来了 姨娘 是三爷来了 三爷 哎呀 哎呀呀呀呀 我怎么把三爷给忘了 就应该找三爷 你看我这一集脑袋全糊涂了 三爷的财力就是实力 更何况他跟德总长还特别有交情 彩儿彩儿快 你去招呼一下三爷 把他请到我的房间来坐坐 雪儿 你可千万要留下来 必要的时候 你一句话 可顶得上姨娘十句话管用 咱们铁袋这条命 就全在你的身上了 放心吧姨娘 只要您救铁袋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久姨娘在房间里 deutschen 苦紫 灯 暂直 糞 等我 要 生意 来 救一娘 三爷 白玄严在 三爷 三爷 我求求你 救救我们家铁单 别别别 三爷 请您救救铁单 都起来 起来起来 起来啊 三爷你这是干什么 有什么话你慢慢说 快醒 三爷 九姨娘都起来 起来说话 我们家铁单冤枉 起来快起来 慢慢说 一娘 起来起来起来 那你告诉我 铁单她到底怎么了 她被抓走了 为什么 三爷 一言难尽 老爷 官儿怎么样 起大夫说 官儿没什么事 我不该出手打她 应该把她送到警察局去 老爷 家法管不了她 就该让国法来管 老爷 官儿可是我们同家 唯一的骨肉啊 正因为是唯一的骨肉 所以我才愿意亲手打死她 也不让别人来处置 这是我的私心 可你想一想 别人也是唯一的骨肉 也一样爱此心切 我该怎么办 如果铁单没被抓到的话 或许还有松动的机会 除非 除非怎样 除非她把官儿供出来 不不 那可就只有死路一条 老爷 您就不能去求求别人吗 我求谁去啊 除非这大老李 关的是我儿子 或许人家看在我这张 老脸的面子上 可是 要不是那八爷 四闯名宅 对于儿施暴 会发生这种事情 那八爷才是罪有应得的 莫娘 我为官一生 知道这官场的厉害 除非 我们能找到有利的筹码 否则 这就是一盘 奔不回的死期啊 好大的胆子 竟敢在报纸上 戳我的脊梁骨 什么报啊 这 新民报 有种 我看你长几个脑袋 来人 大福 老爷 老爷 我说你这耳朵长哪去了 带什么去了 老爷 有客来放啊 不进 是童膳啊 他怎么来了 让他进来 是 慢着 这会儿啊 你得慢慢地回去 明白啊 叫丫鬟别那么快地上茶 等我说送客了 再上茶 明白吗 明白 接吧 是 老爷 老爷 佟总长 德总长 大家光临 有失远迎 罪过 罪过呀 不敢当啊 我无约而至 失礼在先 您不予计较 我不申感激啊 童总长 来来来 快请坐 好 谢谢 我今日来访 想必您一定很纳闷吧 大家都百事无瑕 我也就不跟您讲客套了 我今儿来拜访您是因为我的私事 想请您帮个忙 不敢不敢 我除了管几把钥匙之外 没别的本事了 我怎么能帮上 童总长您的忙啊 那就恕我直言 我昨儿可听说您家里出了点事 家里是出了点事 不过这些都是家务事 童总长 您就不必费心了 我听说您的外甥八爷 因为闯入民宅 欲对于民女实行强暴 被人动手给杀了 你 我还听说您的这位外甥 不久前要调戏一个唱大鼓戏的姑娘 要强行占为己有 被人一撞告到警察厅 是你出面把这事给压下去 童总长 您这么喜欢道听途说呀 看您这架势 今天不是来请我帮忙的 倒是来跟我兴师问罪的 不要生气 我真的是请您帮忙 也只有您 才帮得上这个忙 好说 我希望您高抬贵手 把杀死你外甥的嫌疑犯给放了 要我放人 是的 我就不明白 童总长 您围观多年 杀人偿命这条简单的道理 总该懂吧 今儿个一大早你就闯来 非但对我外甥的死 没有慰问之意 反而一串的罪行之后 还要我放人 我说童总长 您这是哪儿跟哪儿啊 如果一定要问哪儿跟哪儿 我只有一个异字相告 您肯不肯帮这个忙 您慢慢考虑 考虑 我正在考虑怎么送客呢 把我送走了 德总长也只是满足一时痛快 对您没什么好处 你少跟我来这套 没有硬的靠 就别说那么硬的话 我德某人从来没有指过你什么好处 包括矿场的事 如果真是这样 你也不用给我下马威了 更不用把那尊御佛落到了我的手上 引起我追查当年霍刚仪式的底细 童下 别生气 这事过了快二十年了 而且都是前朝的事 查与不查都是无关痛扬 不过我知道 眼前您最感兴趣的 是开采煤矿的事 我说的对吧 看来你是来跟我谈生意的 跟洋人打交道久了 凡事都讲究个互惠 我手上要是没有你感兴趣的事 怎么敢赖在这半天不走呢 你要是来跟我谈生意的呀 那咱们就有的谈了 有的谈了 德某 赶紧给佟总长都杯茶来 是 佟总长 来 您快坐 坐 这没想到没想到啊 粪坑里的石头 到了这把年纪才开窍啊 德总长别把话扯远了 我们还是谈谈 看你感兴趣的事吧 我感兴趣的是 那个杀死我外甥的凶手 跟你到底有什么关系 非亲非故 非亲非故 那您使那么大劲 帮这么大的忙 这点上 说不通吧 只要三爷啃救铁道 白雪 任何条件都答应 白雪姑娘刚才是说 任何条件 只要您开口 白雪呀白雪 你说咱们俩到底是谁在开玩笑 嗯 我古庆三虽然是个生意人 但还不至于把你也当作一笔蛮 再说 你的条件我还不一定答应 我这个人脾气有点怪 向来喜欢宁却武烂 不完整的宁可不要 弃之 也不觉着可惜 你放心 这件事情我会尽力而为的 至于咱们两个 没关系 有的是时间慢慢来 救人要紧 我先告辞了 白雪 三爷怎么说的 三爷说 他会尽力救铁道的 你从他的口气里 觉得他有几分把握 三爷这个人高深莫测 他说话的语气不慌不忙 气定神闲的 儿子不是他的 他当然不慌不忙 气定神闲的呀 雪儿 你有没有答应他什么条件 三爷没有开出任何条件 那这个忙不就是可帮 可不帮的意思吗 雪儿 我没有别的意思啊 我现在是急过头了 我怎么也不会 让你为铁带这个坏孩子牺牲的 为了这个小混蛋 不值得 姨娘 你也别太担心了 我已经答应了三爷 只要能救铁带 任何条件我都答应 我想三爷他 一定是胸辱成竹的 所以才这样答应我们 雪儿 我现在除了求老天求菩萨 我也只能指望他了 只是不知道我们家铁带 过得怎么样 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熬得过去 把睡觉那个我带走 起来 走 快走 走 我不想死啊 别跑 我不想死啊 走 走 回家了我 大爷 有没有一位 童童人来找过我 童总找的名字也是你叫的吗 童 啊 啊 啊 老板 啊 啊 啊 很想死啊 你为什么不来救我 你算什么朋友 你算什么兄弟 别过来 混蛋 吵什么吵 郭忠祷 这当的事 我再好好考虑考虑 德总长要考虑的事 我都替您想过了 此事对您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要照您这么说 我要是不答应的话 就是百害无一利了 刚才 佟总长不是说了吗 咱们是在谈生意 现在看起来 佟总长是在威胁我 我德某人 向来不愿意让别人掐着我的脖子办事 你要是威胁我的话 那咱们就没有必要谈了 德福 总科 来 德总长 生意也好 威胁也好 凡事都有一个机会 一旦错过了 就不可能再来了 只怕到时候生意落空了 威胁变成了现实 那就不好了 德总长 还是考虑考虑吧 同某我告辞了 我送了 想拿霍刚的案子玩我 没门 我看你能玩到哪儿去 总长有空 有空常过来坐坐 三爷您来了 我来拜望德公 他在吗 哦 在后厅呢 老家三爷您 不用 我自己进去 童总长 我来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是南北青子号的大老板 古三爷 这位是外交处的 童总长 童总长 九阳 哪里 阁下的名字也很响亮 不敢 今日巧遇不能闲聊 改日再续 慢走 这老小子竟然发现了 你的死嫂的罪名 这事要是揪出来 虽然时隔多年 怎么也对我不利 我绝不能再在这老家伙的手上 德公啊 你没事吧 没 没事 没事 三爷 有心事 这 这事 没有啊 没事 来来 三爷坐 请坐 请请 玉冠他爹 越早就出去了 到现在还没回来 那童总长 没说他去哪儿吗 他昨晚一宿没睡 大概是跟铁袋的事有关吧 玉冠 四少爷 他的伤怎么样了 得躺一阵子 玉儿 待会儿你去看看他 跟他说说话 好吗 玉冠他就 老爷回来了 老爷 哦 夫人 小三子 你去叫喜儿 端备山茶来给老爷 是 二夫人 董总长 好 请坐 老爷 您今儿个事 我刚才去了一趟德府 那跟德总长见面了吗 他怎么说 我把底牌晾出来了 老爷的意思是 你连霍将军的旧爱也提了 嗯 我想过了 在这个节骨眼上 也只有这一件事能压住他 可这样 岂不是把自己逼到了一个险局 他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不拿出块带血的肉 怎么能引起老虎牙的兴趣 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至于这人命交易 成是不成 还要看他了 我爹这话到底什么意思啊 铁蛋到底有救没救 不知道 他们之前说的我都没听懂 就知道 你爹已经托人请去救铁蛋哥 托人有什么用 他就应该亲自去大牢 至少知道铁蛋现在有事没事 在里边有没有受人欺负 你现在心疼他有什么用啊 你要是真把他当哥们当朋友 你当初就应该 应该敢做敢当 上去认罪是不是 如果被抓的是我 可能就没这么多事了 童家 只不过少一个不孝子 而你 也不会像现在这么难过了 童医官 你明知道我不这个意思 你还有什么意思 你心里只有铁蛋 只要铁蛋没事 就什么都行 至于我做了什么 做得怎么样 都跟你没关系 那天早上 我看见铁蛋睡在你房里的时候 我就什么都明白了 你这辈子除了跟着他赖着他 你还想怎么样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没错 我实习过铁蛋 我这件事我从来没有瞒过你 你也知道铁蛋是怎么对我的 他为了白雪 伤心 和美酒找我扎酒疯 我能怎样 他住在我的房间 就代表我们俩不进不出了 我刘永儿要是这么能不止的话 你又何必为我送刀杀人呢 看着我被妈妈一欺负不就完了吗 这事不就没有了吗 童自萧 你为我做的我都看见了 我欠你的 会还给你 月儿 真没想到 这采矿权压了这么久 您一出面就搞到手了 可我也没占什么便宜呀 回头警察厅那儿 我还不知道怎么给摆平了呢 您真打算网开一面 我可告诉你 这件事啊 是我卖个人情给你 可不是买那个姓铜的账 你可要搞清楚 清楚 清楚得很 这份面子 请三铭记在心 嗯 还有一件事情 我到现在都挺纳闷的 你说紫老李那个小混蛋 他到底是什么来头啊 就这么一条小命 引来这么多人替他讲情 他倒像是个八七王爷 童善为了什么我不清楚 我这儿纯粹是私人请托 这小子他娘 就是九号公馆的九姨娘 跟我有点交情 九号公馆 嗯 听说过听说过 三爷啊 嗯 你能不能等这件事完了以后 带我也去一趟 让我也开开眼 让我也瞧瞧 好啊 您有兴趣 庆三一定奉陪 好 好啊 三爷 你看看这报纸 今天一大早 就惹我剩一肚子去 我明天找人 一定把这个报告给他砸了 新民报 为这点小事不值得 这样 明天 我派几个弟兄去砸个场子 给您顺顺气 成 这件事啊 我可就交给你了 嗯 哦 对了 这个佟总长好像跟您邀请颇深 我在这儿 都见他两回了 那是碰巧了 要说以前吧 他还算是个朋友 可现在 变成仇人了 他当我的仇人 他没那道啊 我 我们俩在西宁共事多年 这老小子 平白无故的就坏了我一桩好事 哦 哎呀 那都是陈年旧账了 本来我不想饶他 可是他才从西宁返京的路上 出了点差错 什么差错 在路上碰到了劫匪 搞得一家子是欺死自散 财务被心结一股 那惨得很了 哎呀 后来啊 我听到这些 就准备放大一马 不跟他斤斤计计 可谁也没想到这老小子 劫后余生 竟成了大总统的左右手 所以现在 我见他 才客气三分 还望 我曾经送给他 价值连成的四块玉啊 如果没有这些的话 今天他就是跪在我这儿 我也不会见他的 那四块玉是 那可是一件宝物啊 玉质上咱们先不说 那工匠设计上 那可是堪称一绝啊 那四块擅性的玉的每一块上 都刻着一条龙 可合成一个圆 又可一分为四啊 当时 童家的妖儿出生满月 我这一算计 这四块玉 正好一人一块 意思是挺好的 我就送给童家 可是现在凑不全了 儿子都满意了 你这报纸办得不错呀 你这话是夸我还是什么意思啊 你说呢 我还听不出来 我只是觉得这些文章 是应该报道的 没想过什么销路 有人肯花钱买我的报纸 可能是他们觉得 我这文章 抒发了他们内心的不平之气吧 可能也帮朋友抒发不平之气吧 你说的是八爷的事吧 我说的是铁袋那件事 都是同一件事 我觉得我的报道啊 是公正的 再说那个八爷横着走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那你是打算写篇文章 就把他们赶尽杀绝了 我说你对我的报道不满的话 你就直说 有理的话我就跟你变 没理的话我就听你的 说实话 你这篇文章写的是不错 不过 兄弟 假如你这么办报纸的话 每两天就得关门 别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 而且你的公正 还有待商榷 我觉得吧 我就先松 行了 别跟我变了 别人不知道 你跟铁袋的关系 我还不知道啊 李涵 诶 语桐 云姐你也在啊 我就知道你会来 哦 我看出来了 我这间报馆 就是你们俩约会的地儿 是吧 你胡说什么呀 我今天来是专程找你的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那我先走了 你们两个都做我玩是吧 说正经的 铁袋是不是被抓了 那怎么办 你们有没有想办法救他 放心吧 他一向懂得结交贵人 会有人帮他的 出去吧 我去 让你回家了 快点 啊 我不会回家 我不会老家 哦 我不会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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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走 我不 我不会 快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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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他 看着我 还认识我吗 很好 我带你回家 我带你回家 啊 姨娘你醒了 雪儿 来 啊 啊 要不要吃点东西 彩儿 拿点吃的来 不用拿了 我不想吃 现在什么时候了 已经五十了 三爷那儿还没有消息吗 没有 都一天过去了 有救没救好歹给个信啊 他们说 他去打点的人 至少要三五天 才能给个回音 三五天 铁袋能不能撑到那个时候 还不知道 万一今天晚上就给挣发了 我 姨娘 你先别着急 别往那方面想 要是今天晚上 还没有消息的话 我就去找他 是不是有人送消息来了 我去问问 谁也会去 姨娘 是我 燕梅 什么事啊 我有事也轮不着跟你说呀 你又不是九号公馆当家的 就算九姨娘她病了 也轮不着你出来管事啊 就算我死了 也轮不到你到我房里来大声说话 给我滚出去 姨娘 我们几个有事跟你商量 叫你给我滚出去听到没有 哼 滚就滚 要是我们几个全都滚蛋 那这九号公馆也就关门了 姨娘 你别生气了 燕梅她有口无心的 她以为我病了就支不住她了吗 这楼里就数她心眼最多 该不会是她带头在后面挑事吧 雪儿 在这几乎眼上 我可是支麻大的事情都经不住了 雪儿 你下楼帮我看看 跟他们说 有什么事情就上楼跟我说 我知道了 您放心吧 彩儿 照顾好姨娘 早跟你们说过没得谈 你们偏不信 非得我进去挨顿骂 你们才信 咱们不过是要求差账的时候能多分一点 好弥补这些天不做生意的损失 这过分吗 当然过分了 我们今儿几个聊天 有你什么事啊 各位 姨娘现在为了铁道的事情已经疾病了 你们现在说这些话 良心上过得去吗 要是良心过得去 那么日子就过不去了 九号公馆里没有过不去的日子 要是姨娘不出来招呼生意 那么日子就过不去 姨娘卧病在床 怎么出来招呼生意 照你这么说 要是铁丹她再也不回来了 我们是不是都得跟着姨娘一会儿上吊啊 就是啊 九姨娘光过着酷儿子 可是我们还得过日子啊 姨娘要是再不出来招呼生意 咱们手头那点私房钱 还能抽多久啊 是啊 我问你们 你们现在所说的话 是不是可以代表全公馆的人 是的姨娘 如果实在撑不下去的话 那我们只好收拾包袱走人了 走吧 全走吧 想走的全走 姨娘 什么是大呼小叫的 三三三 是不是我们铁丹有消息了 是三爷 把铁丹哥给接回来了 人呢 人呢 铁丹哥 铁丹 铁丹哥 铁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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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丹哥 你快点铁丹哥 怎么了你 这帮孙子 怎么把你打成真点儿啊 铁丹二人啊 铁丹 快点快点啊 行了 醒了 醒了 铁丹 铁丹 不要把娘催死啊 铁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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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打到楼上去 快 谢谢你 不用客气 三爷 您不忙的话 我陪您喝杯咖啡吧 你的心意我明白 不过 你没有必要这么急 还我这份钱 来日方长 怎么了 喉咙痛 喝水都不行吗 好了好了 回家了 回家回家了啊 我以为再见不到你们了 铁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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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儿 你来得正好 正好陪陪你铁大哥 他一定饿坏了 我去给他弄点吃的 铁大哥 铁大哥 对啊 对不起 大人我害了你 对不起 别哭了 我还不会死的 你当然不能死了 我告诉你 我去九天学 你们要发过誓了 跟你同胜共死 你要是死了 那我不也活不成了 该给我同胜共死的不是你 你是说余官啊 别跟他 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你是其他把你害成现在这个样子 可是我跟你说 他这两天也不好受的 他为了救你 去跟他爹认罪求情 然后他爹就把他打个半死不活 我当心 干什么呀 那我跟他躺的床啊 能跟我躺的牢里比吗 那你还不是人家爹救出来的吗 不是他爹 是三爷救的我 你确定人已经放出来了吗 亏话的人这么说的 不过 不过什么 听说是被庆号的三爷去死牢里把他提出来的 是他 我听了也觉得诧异 按理说 死牢一般是不允许进入的 可这三爷怎么那么神通广大 竟能进去把他接出来 真的 你没听错吧 没有没有 四少爷 这可是警察厅长亲口对瑞叔说的 瑞叔又去告诉了老爷 千真万确啊 太好了 走 您干嘛呀 赶紧给我拿印的 不是四少爷 您不能下床 这是大夫吩咐的呀 赶紧的 四少爷 天都这么黑了 你假如这样怎么去啊 你不帮我我自己来 四少爷 别去了 哎呀四少爷 您别逞能了行不行 您看你现在 这人都接来了 你什么时候去看不行 非在今天 你懂个屁 哎 铁道是为了我 差点连命都丢了 好不容易被爹救出来了 我现在不去看 我还是他兄弟吗 哎 可是 赶紧去 哎干嘛呀 快去啊 四少爷 去拿 不管是谁把这孩子救出来 只要这孩子平平安安的 我们就放心了 你还记得柳师傅一直追查的 那个银行商人 古庆三吗 就是柳师傅怀疑的何西大道 正是他 他把铁袋从牢里接出来了 这怎么可能呢 铁袋跟他不可能有那么深的交情啊 再说 他不过是个商人 死熬这种地方 他怎么可能进得去 我记得 以前跟你说过 他跟德养中之间的关系很不一般 每天我去德府 又碰上了他 老爷的意思 一定是 德养中 已经上下打通过了 否则 他不可能去死牢那种地方 把人给接出来 老爷 您是说 德养中在您的压力之下 才免了铁袋的死罪 却把人情留给了古庆三 嗯 如此说来 他们俩是不是又有意的联手对付你 如果德养中要对付我 我等着 如果古庆三要对付我 那他的狐狸尾巴就藏不住了 老爷 您要先下手为强啊 这时候 一动不如一静 在我没有足够的铁证之前 不能轻易出手 怎样才算是铁证 柳师傅回来就先分晓了 柳师傅归其未了 可是德养中和古庆三就在眼前 老爷 你可以不动 但不能不防啊 我会小心的 四少爷 四少爷 您慢点四少爷 这么晚了 你上哪去啊 四少爷 您慢点 您慢点 四少爷说 他要去建铁袋 你 太晚了 有什么事啊 明天再说 可是四少爷说 今天如果他不去建铁袋的话 那他就太愧对于他了 人救出来是最要紧的 其他的事明天再说 可是四少爷他 是你是四少爷 还是他是四少爷啊 我 不不不 他是四少爷 那这一问一答的 怎么都是你在说话 他呀不啦 我 冠儿 你爹位这事折腾够了 你还想干什么呀 小三子 二夫人 快扶四少爷回房 是 四少爷咱走吧 四少爷 走吧咱 躲开 别痛 四少爷 自己走 四少爷你小心点 莫娘 不能让羽冠和铁袋 再交往了 老爷 羽冠知道自己闯了大祸 他不会了 不是为了这个 我提防的是古金饭 不能再拖了 这些事渐渐都是导火索 我再不动手处理 只怕这半辈子的辛劳 都要被炸得灰飞烟灭 财富 亲戚 我的遗弃 进来 爹 你在忙啊 我能忙什么呀 现在生意越来越好 你又快结婚了 人家啊 有什么心事吗 是不是 跟于同求婚人家没点头啊 那倒不是 现在让我为难的是另外一件事 西山村民千村的事 今天皮特说 采光全劈下来了 采光证也拿到了 可是您知道 这西山村的村民 大部分都是教育的 跟叶博士 还有于同他们感情很深 这些年来 于同跟叶博士 一直照顾他们 帮他们争取权益 接受教育 现在倒好 为了开矿 咱们合情银行 成了西山一带的公敌 成了欺压人家的恶势力 您说我这婚 还怎么结啊 这些年轻人家的恶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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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轻人家的爱 这些年轻人家的恶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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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一路上命令 隔不断的一世情侣 留下一生的情 乱世不能乱我胸 一切迈向连人生死不清 乱世不能乱我爱 你缓慢相知己 你融入生命令 隔不断的一世情侣 留下一生的记忆